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豪公開課 這次我們來說說五四運動為何爆發 先從巴黎和會說起 1918年12月13日 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帶著龐大代表團乘坐華盛頓號 抵達法國西北的布雷斯特海軍基地 迎接他的歡迎儀式規模空前 法國政府包下巴黎最奢華的飯店 提供美國代表團無限期使用 因為沒有人知道這個會議要開多久 威爾遜本人當然有特別安排 他下榻在拿破崙家族特別準備了豪華別墅裡 毫無疑問這是帝王級的禮遇 法國人之所以給出如此高規格的接待 是因為美國當時實在太重要了 過去一年裡 美國派出了200萬裝備精良的士兵參戰 最終11萬6千多名美軍為協約國犧牲 這種付出當然值得最高規格的接待 何況法國正期待美國政府提供貸款 讓傷痕累累的法國人能夠順利重建家園 可惜威爾遜沒有帶著支票簿前來 當然他也沒帶什麼革命精神 他帶來的是威爾遜主義 也就是14點和平原則 這是美國為帳后世界設計的藍圖 這是一個光芒萬丈的計畫 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光輝 這當威爾遜看起來彷彿是耶穌啊 這不是我個人的感想 而是克里蒙說的感想 後來勞後喬斯也同意這種評價 這三個人就是巴黎和會的三巨頭 如果跟你一起開會的人都覺得你是耶穌 那麼這個會議開起來是什麼滋味 也就可想而知啦 威爾遜全盤否定了老歐洲的外交 也就是勢力均衡那一套 他要撥亂反正給世界提供一套新秩序 什麼秩序呢 組建一個容納所有國家的大型國際組織 就叫做國際聯盟 國聯會按照國際法處理國際糾紛 並制裁破壞和平的國家 那麼誰可以參與國際聯盟呢 任何一個依據民族自覺原則建立起來的國家 都可以參加 就算你是被壓迫的殖民地也可以 這真的太吸引人了 如果真的能做到 威爾遜的確堪稱當代耶穌基督啊 這非常理想非常美國 就像美國自由女神向上那首詩一樣 請讓我來念一下這首詩吧 把你們的那些人給我吧 那些窮苦的人 那些疲憊的人 那些泉縮在一起 渴望自由呼吸的人 那些被你們富饒的彼岸拋棄的 無家可歸 顛簸流離的人 把他們交給我 我在這金門之策 舉燈相迎 威爾遜的確舉起了燈 然後被壓迫的人們 就從世界各地趕來啦 我來提幾個名字 首先是一位越南人 他叫阮碧成 十年二十八歲 阮碧成寫了一封請願書 安南人民的主張 以公開性的形式 提交巴黎和會參考 阮碧成十五歲 就跟法國人槓上了 藉著這次會議 他提出越南獨立自主的主張 他還出了一套燕尾服 以便可以跟威爾遜當面祥談 當然啦 這套服裝並沒有派上用場 研究越南革命史的學者們 普遍認為 威爾遜應該從未讀到過這份請願書 所以阮碧成的期待落空了 後來阮碧成在法國認識了周恩來 然後他加入了第三國際 你可以把這個組織理解為 第三代的國際共產黨 第三國際在接下來的故事裡很重要 以後我們再細說 現在你只要知道 這是由列寧所建立的組織 負責輸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也就是負責在世界各國組成共產黨 比如說越南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啦 阮碧成是印度之納共產黨 越南共產黨 越南民主共和國 和越南人民軍的創立者 說到這裡 大家應該知道他是誰啦 以後我們還會說到他好幾次 以後我們提到他的時候 會改用他在二戰時期的化名 稱呼他為胡志明 胡志明的行動並非特例 當時世界各地受殖民 被壓迫的弱小民族 比如阿拉伯人 猶太人 亞美尼亞人 庫德人 印度人 朝鮮人 當然還有中國人 無不對威爾遜和巴黎和會寄予厚望 可是他們很快就失望了 並不是威爾遜的理想有什麼問題啊 相反的 這個理想至今都值得推崇 有問題的是巴黎和會 由於威爾遜主義的光芒太耀眼了 大家可能忘了 這個和會並不是弱小民族的訴苦大會 而是戰勝國的分章大會 英英法、義日等戰勝國 在大戰中早就安排好的戰後利益安排 在這些國家看來 威爾遜的主張很多都是抽象的原則 在學術討論會上聊起來可能很有意思 但是在現實的國際外交場上 根本沒有可行性啊 那麼什麼主張才有可行性呢 讓我們來看看巴黎和會到底是怎麼開的 根據現在保存的會議紀錄顯示 正式列席和會的一共有27個國家 正式會議成員超過6000人 光英國代表團就來了近400人 這麼多人 語言還五花八門 根本不可能共同討論什麼議題 所以巴黎和會設置了正式和非正式兩種會議型態 正式會議有52個專門委員會負責 也就是說 將討論52種專門議題 專門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各國精英 包括職業外交官和國際法專家 他們每週召開一兩次會議 商討要寫進條約的條款 像這樣的分組會議 52個委員會加起來總共開了1646次 我們現在看到的條約文本 都是這些專門委員會努力的成果 但是這些都只是肢結問題 真正的原則性問題是由非正式會議來討論的 所謂非正式會議就是大國領袖的私人討論 這些大國領袖以三巨頭為首 平常住在不同的飯店裡 每週會有幾天召開閉門會議 會議進行時為了保密 通常只有一位精通英法語的翻譯在場 其他人全被排除在外 像這樣的閉門會議在整個巴黎和會期間 一共進行了145次 真正決定戰後世界新規則與利益分配的 其實是這些閉門會議 而不是電影當中演出的 那種慷慨誠實的公開辯論 而這些細節以戰勝國身份遠渡從洋 來巴黎參加會議的中華民國代表團 根本毫不知情啊 當然代表團並非沒有準備 早在大戰初期 袁世凱時代的中國政府 就已經在研究這場戰爭啦 根據現存的檔案顯示 1914年10月13日 這個日期很有意思 看過上一集的朋友應該有印象 這時大戰才剛剛開打 日本還在包圍郊州灣的德軍要塞啊 這一天 中華民國外交總長陸貞強 就被袁世凱正式指派研究 參與戰後會議的相關問題 是的 在大戰剛開始的時候 中華民國政府就開始做準備啦 那麼到底在準備什麼呢? 首先是研究國際法 尤其是戰後處理的先例和慣例 後來顧衛軍有那種優異表現 這些檔案研究幫了大忙啊 再來是決定參戰 是啊 你研究的再多 不參戰也是白搭 如果中國沒有參戰 那麼拿什麼理由 參與戰後利益分配呢? 帝國主義們可不是傻子啊 怎麼可能讓你白呢? 所以必須參戰 不過雖然以國家整體利益來看 參戰顯然是利大於弊 但是就跟現在一樣 黨派鬥爭的口水戰 可以淹沒一切理性討論 元氏開死後接班的是段祺瑞 前面說過了 段祺瑞拿了日本人的貸款 他很想參戰 但是總統黎元宏不同意 還有前總統孫中山也不同意 段祺瑞想參戰的理由 就是我剛剛說的利大於弊 那反對派的理由是什麼? 沒什麼理由 或者說只要敵人贊成的 我們就要反對 這就是最大的理由 政治鬥爭嘛 總之就是搞得一地雞毛 雞同鴨獎 本來段祺瑞大權在握 國會都被他拿捏了 他要參戰 還真沒有人擋得住 可是段祺瑞拿日本人貸款的事情 被有些人捅到媒體上 全部曝光啦 一時之間舉國議論 輿論嘩然啊 性斷的 我說你怎麼這麼強硬要參戰 原來是收了錢啊 段祺瑞百口莫辯啊 其實也沒什麼好辯的 段祺瑞本來就想參戰 日本人帶了錢找上門來 那還不一拍即合 不過輿論狂飆之下 此案也只能暫緩 1917年5月23日 總統黎元宏正式罷免段祺瑞 內閣倒台 同年的6月8日 孫中山寫公開信 給美國總統威爾遜 陳述反對參戰的種種理由 孫先生登高一呼 輿論自然呼應 一時之間 反對參戰派 站著絕對上風 總之 參戰案看起來 就要胎死腹中啦 如果照這個狀況發展下去 巴黎和會就跟中國沒啥關係了 那可能也不會有什麼武士運動了 然後意外發生了 1917年7月1日 張勳復辟 雖然這場鬧劇12天就結束了 但是造成了蝴蝶效應非常驚人啊 這場流產的政變 讓黎元宏下台了 然後段祺瑞奉還朝 段祺瑞從長國務院後第一件事 就是重新提出參戰議案 這一次沒人可以阻止他了 8月14日 中華民國政治對德奧宣戰 9月22日 孫中山的那個廣州國會非常會議 承認對德宣戰案 為什麼 想想孫中山跟日本人的關係 你就明白啦 不過還記得我說過的 民國初年的政治人物 都有很多張面孔嗎 如果你聽到這裡 覺得段祺瑞 單純就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 那麼你就把民國初年的政局想得太簡單了 接下來 北洋政府就開始跟美國搭上線了 為什麼呢 一來之前日本搞21條時 英美出了大力阻止日本耍流氓 北洋政府跟美國建立了信賴感 而來 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動作越來越大 美國政府絕對有必要跟中國進一步合作啦 注意這條外交暗線 在巴黎合會的外交角力當中 這條暗線引發了中國與日本的劇烈衝突 就這樣 在日本與美國都不反對的情況下 中國參戰了 參與一場大規模戰爭造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並非單純只是外交軍事層面的變化 在產業結構上 在社會組織上都帶來影響 我舉幾個數據讓大家參考 1918年到19年之間 96家新銀行設立 清一色都是本土資金 紡織、麵粉、絲綢、火柴、水泥、煙草等新工業 1914年到20年之間 也以每年15%的速度持續成長 這些成長的效益是什麼 一戰前的1913年 中國貿易入超是每年2.1億海關兩啊 1919年入超只剩下1600萬海關兩 這些變化目前的研究成果還提供在概述階段 但是單單是數據本身就能看出產業出現變革了 只是除了這些比較容易觀察到的效應之外 改變更大的 我覺得是人 參加一戰造成了人群的大規模移動 一戰期間 協約國僱用華工14-15萬人 10萬人立處於英軍中國勞工旅 另4萬人則歸法軍指揮 另外還有數百名學生附歐作為翻譯 這些華工有近3萬人是受過教育的 他們在歐洲生活期間 學會了歐洲正在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 然後就開始組織工會 爭取資深權益 並成立儲蓄會、讀書會、自知會等工人組織 這些工人回國之後帶回了勞工運動的經驗 在一戰爆發之前 中國各地的勞工抗爭 多半缺乏組織也沒有什麼統一的思想 雖然數量不少 但始終沒有形成風潮 等這些工人回國之後 新型工會就誕生了 幾年之後 上海就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工人運動 五四運動期間 工人罷工支持學生 就源自這些工會的組織與提倡 來說說這些工會的組織者 先從勤工簡學說起 勤工簡學全稱為 留法勤工簡學運動 這是民國元年開始的一種留學計劃 發起者有李時針、吳志輝、汪經衛等人 還有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大力支持 這項勤工簡學運動 創造了旅法共產主義小組 培養了中共早期領導人 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人 那麼這項留學運動與參與一戰有關嗎? 1914年一戰爆發後 留法簡學會被袁世凱取消 讓這項運動起死回生的 就是中國參與一戰 1917年中國參戰之後 留法簡學會重新開辦 1919-20年之間 大約有2000人復法留學 除了知名度很高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之外 還有蔡和聲、向景宇、李立山、李福春等人 這位蔡和聲是毛澤東的同學 他是提出中國共產黨名稱的第一人 從這些事情你就知道參戰的意義有多大了 沒有這些前往法國學習社會主義的人 後來歷史發展肯定大不相同 當然眾所周知影響最大的 最重要的那個人並沒有前往法國 這似乎也是命運的安排 不過這是後來的事情 先來說說中國代表團參與巴黎和會的經過 一次大戰結束後中國就成了戰勝國 中國內部各派政治勢力紛紛表示 取國通慶啊 包括當初那個激烈反對參戰的南方革命政府 他們表示 我們也要派代表參加巴黎和會 呃...好吧 此時正要展現一支團結對外 所以就讓護法軍政府外交次長 王振廷加入代表團算是代表南方立場吧 王振廷是蔣介石的同鄉前輩 是清末就參與同盟會的老革命啊 也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國際法專家 算是南方版的護衛軍吧 後來王振廷極力反對簽約影響極大 那麼這個代表團的任務是什麼呢 當時的民間輿論非常激昂 既然中國已經是戰勝國了 那就必須把清末以來所失去的領土全部要回來 千萬不能錯過這個千南人峰的時機 否則政府就是失職 呃...這顯然有點太天真了 那麼北洋政府或者說段祺瑞的目標是什麼呢 段祺瑞比較實際啊 段祺瑞定下的目標是廢除新手合約 具體來說是要取消庚子賠款 至少要取消對俄羅斯與德奧的賠款 要知道庚子賠款本息高達9億8123塊8150兩 其中俄國佔2.84億兩 其次德國佔1.96億兩 奧匈紙拿零頭也有個0.89% 這三國加起來就佔了半數了 只要能取消那可是財政大補完啊 而這項主張並不影響日美在華利益 所以日本與美國政府都表示可以支持 既然談妥論那就出發吧 1918年12月1日 外交總長陸真祥帶領中國代表團從北京出發 不過前往巴黎的這趟旅程途中出了大事啊 12月2日代表團抵達沈陽 當晚日本駐沈陽理事館設宴款貸 雙方相談甚歡 為什麼去巴黎要先從北京到沈陽呢 因為代表團打算從日本搭船去美國 然後從美國東岸搭船前往巴黎 這很合理啊 這是當時最安全的路線 而且途中可以依序拜訪日本與美國政府 確認一下彼此合作計劃 這個旅程規劃感覺非常完善 各國都表示很可以接受 可是突然就變卦了 變卦是陸真祥 前幾天在沈陽還相談甚歡的 等到了漢城之後 陸真祥突然就生病了 然後代表團就宣布 取消在日本的參訪行程 準備從日本的馬關 直接換大船前往美國 這下子日本政府就起了疑心 要知道 原本段祺六與日本方面是很友好的 所以這個代表團的行程包括了 金劍日本天皇 拜夜明治神功與日本首相會談 是個非常官方非常友好的外交訪問安排 但是談得好好的突然就變卦了 這當日本政府大回一句啊 後來經過斡旋 陸真祥還是到了東京與日本外相短暫會談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中國代表團直接前往美國 為什麼 雖然沒有官方說法 但日本學界普遍推測 美國人在裡面做了手腳 這是中日關係生變的一個預兆 為什麼這麼推測呢 因為陸真祥在美國的行程是這樣子的 從西雅圖上岸 搭乘美國政府專車直奔紐約 在紐約公開會見多位華府官員與國會議員 雙方還開記者會宣布外交共識 然後搭乘美國政府的大船前往巴黎 這些都有公開記錄啊 你說日本人看到之後會怎麼想呢? 總之1919年1月11日 中國代表團抵達巴黎 這個代表團人才會去 除了團賞陸真祥 以及我們之前介紹過的王正廷之外 扮演重要角色的還有兩位 其一就是鼎鼎大名的顧維軍 顧維軍是民國初年最重要的外交專家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 袁世凱上任後他是英文秘書 負責對美國的外交檔案工作 後來也成為對美的外交操盤手 也是中國代表團在巴黎河上的主角 克里蒙說回憶錄說他是 對於日本有如靈貓系數 淨顯秦眾之巧技啊 史稱民國第一外交官 其二是施召基 辭任朱英公使 此人備份較高 在清末就當官了 曾經是胡廣總督張之棟的幕僚 1905年武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時 他就是隨行代表外交資歷完整 他最有名的成就 是清末處理伊藤伯文遇刺案時展現的 驚人外交手腕 所謂的伊藤伯文遇刺案 使日本前首相在哈爾濱火車站 被朝鮮致士擊殺的重大政治謀殺案 在那個帝國主義猖獗的時代 這種案件如果處理的不好 後果不堪設想 但是施召基硬變靈活 讓清政府免於被日本遷怒 消米戰火與無形堪稱國事 聽過這些人的事記之後 你就知道這個中國代表團的分量了 算是南北合作精銳進出啦 然後他們就見識到帝國主義的嘴臉了 本集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說到 巴黎和會是個非常龐大的會議 幾千人分成52個專門委員會 有進入的正式會議就開了1600多次 那麼中國代表團參與幾次呢 所有與會代表都要參加了大會 參加過6次 不過這種大會談不了具體問題 與中國利益有關的專門委員會 是德國問題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開會了200多次 中國代表團正式出席的紀錄是 只有3次 是的你沒聽錯只有3次 第一次是須當聽眾 聽日本代表木野生賢的演講 木野生賢大談日軍的貢獻 什麼剷除德國在太平洋的海陸軍基地啊 什麼維護各國在遠東交通與商業自由啊 然後說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 因無條件讓與日本 中國代表的回答是 事關重大 商議後載富 然後就散會啦 第二次會議由顧維軍發言 重點是 1.感謝日本剷除德國在華勢力 2.中國以對德宣戰 中德一切條約都失效 3.日軍驅除德軍算是軍事占領 依國際法不能取得所有權 委員會的反應是 置之不復 然後又散會了 最後一次也是最關鍵的一次 發生在1918年1月27日 這次由陸 顧兩代表出席 補充一下 本來並沒有這個出席機會啊 日本主張不需要再找中國人來拖時間了 是美國堅持邀請 中國代表團才有機會與會啊 會議一開始 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先後發表意見 美英的意見大致是 與日本有暫時約定不能不遵守 希望中國能體會 將來中日都加入國際聯盟 美英可以特別照顧中國利益 這裡我補充一下 這裡所謂的特別照顧中國利益 在4月底確認的條件是 日本同意將山東的主權交還中國 中國只要同意日本在山東的經濟利益 比如設立租借、營運鐵路即可 這是後話我們之後再分析 然後中午休息吃飯 下午繼續開會時 日本提出五國秘密諒解協議 說戰爭時期英法義二與日本已經達成協議 同意山東全力讓給日本啦 這個秘密諒解我們上一集說過了 不過這是第一次公開發布啊 這讓中國跟美國代表大吃一驚 於是要求隔天再回覆 隔天1月28日 顧爾軍做出了歷史性的發言 大概是以下4點 1. 將山東交還中國 符合合會最高原則 承認民族領土完整 感謝大家支持這個原則 那個民視條約我們的確欣然同意 但是國際法上有個武力脅迫原則 意思是武力脅迫下簽的約可以無效 3. 戰爭時期日軍的確佔領山東並維持了秩序 但是那是中國保持中立時的情況 根據國際法情勢變遷原則 中國與德國正式宣戰後 中德條約就全部廢除 中國就應該收回山東權力 日本人不能根據已經廢除條約繼承權力 4. 就算條約繼續有效 當年中德協議白紙黑字寫著 給德國人的權益 不可以轉換給第三國 日本人談繼承是違反國際法的 發言結束舉作震驚 這的確是有理有據的主張 日本人無言以對 於是會議結束 欸等等 怎麼沒有山東等於聖地耶路撒冷的發言呢 呃 根據現存的會議紀錄 沒有這些發言 如果想聽這段 可能要去電影裡面找啊 會議結束之後 列強分成兩派 美國堅定支持中國立場 英法代表則主張根據密約行事 義大利代表不久之後推出和會 所以沒他們什麼事 至於俄羅斯 這次忙著打內戰根本沒來 1月29日也就是隔天 消息傳回日本 日本舉國政經啊 中國人怎麼反水 這貸款也給啦 條件也談好啦 怎麼突然就變卦了 1月30日 日本駐華公使 奉命找中國外交部討個說法 不過這一天是小年夜 中國外交部只剩看門的 一直說到2月2日 大年初二 日本才找到中國外交部市長 表達了日本政府最強烈的遺憾 之後中日兩國在這個問題上 就槓上啦 這裡我們長話短說吧 接下來幾個月 日本態度越來越強硬 到了4月份 日本開始強調 除非貫徹對中國之義務 否則日本將拒簽合約 並且將拒絕加入國聯 這時的情況跟1月底已經大不相同啦 因為中國唯一能依靠了美國 外交立場越來越艱困 威爾遜的耶穌光環早已消退 他高舉的民族自行原則 則被英法各種安排 證明只是空想 現在威爾遜只能期待國際聯盟了 這是他唯一可以留給後世的政治遺產 如果連國際聯盟都失敗 那麼他將成為外交史上永恆的笑柄啊 所以只能犧牲中國利益了 4月30日三巨頭達成共識 德國的山東權力交與日本 然後日本根據英國建議 做出半官方口頭聲明 這些聲明就是前面說過的 特別照顧中國利益的規定 比如日本保證將交州灣主權交還中國 只繼承德國的經濟特權 佔領交際鐵路日軍將及早撤退 當地的警隊將由華人擔當等等 總之日本贏了面子 中國能拿回部分禮子 波羅遜對此聲明表示滿意 並建議將日本的聲明納入凡爾賽條約 日本也同意了 不過因為後來中國拒簽條約 最終並沒有寫入 會後威爾遜派人前往中國代表團致歉 說他之所以被迫對日本讓步 是為了挽救國聯 那中國代表團的反應是什麼呢? 還能是什麼? 從1月底到4月底這將近100天 中國代表團就再也沒機會參加正式會議啦 除了顧為軍塞錢給巴黎的報社 希望搞點輿論壓力之外 具體上什麼事都做不了啊 等到獲之列強的決定後 只剩下同意與不同意兩個選項啦 應該同意嗎? 這是一個後人爭議不休的問題 假設 注意是假設 當時中國代表團配合簽制 那麼日本的那些辦官方的保證 是應該被寫進條約當中的 那麼至少在希特勒撕毀條約之前 這些保證應該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而那些保證可以讓中國的損失 至少不會大於德國控制山東省時的損失 反正那塊地方暫時也收不回來 姓日耳曼還是姓倭差別不算大 那麼收益呢? 收益就是可以借此廢除更此賠款 對俄羅斯德奧等國的賠款可以免啦 這的確是丟了面子拿了禮子 但是這是最冷靜的利益計算 在公眾輿論場上你不可能講得這麼白 因為這是主權問題 主權問題在公眾輿論場上 向來講求個寸步不讓 視為一點都不能少 所以北京政府就陷入兩難困境啦 當然啦 在說後來的歷史走向之前 我先用後見知名補充兩點 1.參考918事變的結果 如果此時退讓 日本就將在山東站穩腳步 很有可能搞出個什麼交州國之類的玩意兒 想想滿洲國後來給民國多少傷害 你就知道這種退讓的代價其實比想像中大得多啊 2.不簽的後果是什麼 後來美國搞了個九國公約體系 幫著民國把日本轟出山東 這個美國壓制日本的九國公約體系 算是後來國民政府的護身符啊 軍不見到了1937年日軍進攻上海時 蔣介石還心心念念要靠這個來停戰咧 還有關於那些賠款 老毛這變紅之後宣布不收啦 而得到那部分北洋政府就硬是賴掉了 反正吃地裡威爾馬共和不敢來要啊 所以不簽的損失也沒那麼大 但是這都是上帝視角啊 你不能拿這些來指點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當時的想法是 想惹魏國還是簽了吧 我並不想指責這種做法有什麼錯 我只能說辦外交很困難啊 但是很現實的問題是代表團那些人 也不願意簽這種賣國條約啊 前進的李鴻章多麼大的名頭 簽了之後有什麼下場 大家可都看著呢 所以代表團當中的某人耍了個花樣 把消息給洩漏了出去 具體來說是洩漏給了梁啟超 梁啟超此時正在巴黎 他怎麼會在巴黎 因為之前不是說過 中國民眾萬眾歡騰要參與巴黎和會嗎 所以得搞個民眾代表與會啊 這個代表就是梁啟超 他的身份是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 而梁啟超也真不含糊 到了巴黎之後呢 先後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及各國政府代表 很是活動了一把 本來覺得有美國的支持肯定能拿回山東 沒想到幾個月之間風雲變色 此時竟已到了最後關頭了 於是代表團把會議情況告訴了梁啟超 梁啟超這寫信給林昌明告知事態變化 林昌明就是林爵明的堂兄 也是個勞革命 此時他與梁啟超同為研究系的政治人物 梁啟超讓林昌明把消息曝光出去 於是就有了北京承包上的那篇 山東亡以國將不國以 願和四萬萬眾誓死圖之的文章 這篇文章在五月一日劍爆 三天之後五四運動爆發 中國的新時代開始啊 這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的時代背景 本來應該說到這裡就好的 不過這樣有點眉頭眉尾 我先交代一下那個合約到底簽沒簽好了 五四運動爆發之後舉國沸騰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簽這個約可沒那麼容易 此時的民國總理是錢能訓 此人是錢姓已老 是徐世昌、袁世凱的人馬 此時正在幫段祺瑞當傀儡總理啊 這人從大興官場混到民國官場 當然知道其中厲害啊 什麼面子底子 群眾是不能講道理的 這種賣國條約誰簽誰死啊 所以拒絕負責直接辭職 北洋政府此時的實際話事人是段祺瑞 此時他隱身幕後當操盤手 更不可能出來頂雷簽字啊 那麼怎麼辦呢 錢人訓一邊寫辭辰 一邊給國會寫了一份資文 說這種大事要請國會決定 國會那些人三教九流都有 各個都是人精 怎麼可能淌這種渾水 所以一口回絕 說按國際慣例都是政府先簽約 然後拿到國會來批准 如果真的要簽字 就請政府拿出擔當簽了 然後再送過來我們再討論 好傢伙這個啤酒遞的好啊 那現在該怎麼辦呢 總統是徐世昌 要不請總統裁絕 開玩笑 徐世昌外號是水晶狐狸 他能出來頂這個雷 徐世昌看到政府送來資文 直接就辭職了 辭職了 把球又踢給國會 國會收到總統辭職的通知之後 表示你不能走 硬是把徐世昌給留了下來 但是很技巧的放手了錢能訓 接著換上了一個代理總理 誰呢 財政總長龔辛戰 龔辛戰表示 我只能代理10天啊 你們趕緊找人 10天一到我就走人 為什麼是10天 因為此時是6月12日 簽約最後期限是6月28日 龔辛戰想沾一下國務總理 這個一品大原的醬油 畢竟前清已老都有這種觀影 他想我6月22日就走人 簽不簽約我才不決定了 但是他太天真了 一旦開始代理那走不走就不是你說的算啊 到了6月26日也沒找到人來接班 所以簽還是不簽這個問題 必須由龔辛戰的政府來決定 龔辛戰一咬牙一閉眼一橫心一跺腳 俠領簽制 為什麼前面說過了 這次失了面子贏了李子的做法 以當時已知的條件來說 簽制是比較有利的啊 這下子換成在巴黎的代表團煩惱啦 這些人都是政治精英 當然知道簽制有利啊 但是也知道簽下去等於判自己政治死刑 回國之後肯定萬夫唾罵 就算沒有無疾而死 這民國官場肯定是不能呆了 所以沒有人肯出面去簽啊 而且這龔辛戰也很不地道啊 搞了一個疑惑江東的花樣 事情是這樣子 龔辛站在6月23號上午 發電報指示 簽制 然後在6月26日 接見各地行政團是表示不簽 然後還真的發出修改前令的電報 不過這裡面有個花樣 當時北京打到巴黎的電報 要經過美國電報局 至少得三天 所以 6月23日的電報 會在6月26日收到 剛好讓代表團簽制 然後這個後令應該會在6月29日收到 問題是 那時已經過了欠約日期啦 墨已成舟 那就不是龔辛戰的責任啊 而是技術問題 後悔莫及 誰叫你們沒發明網路 害我來不及修改呢 確實很狡猾 不過代表團也不是省油的燈 早就知道國內情勢逆轉 這個約約是不能簽了 只是得找個不可抗議的藉口 剛好 6月28日簽約日當天 中國留學生及華工群情激憤 包圍了中國代表團住處 警告中國代表租軍 如敢出門 當撲殺子 那就不出門喔 正好就撥下驢 這就是中國參加巴黎合會的始末 不簽約很嚴重嗎 以當時的情境來看 當然很嚴重 得付出相當的外交代價 不過跟五四運動帶起來的影響相比 那就不值一提啦 當然了 那是下一次的故事 以上就是本節節目 感謝您的收看 希望您會喜歡 更感謝會員朋友們的支持鼓勵 有了大家的相挺 我才能繼續做下去 相關課程簡章在資訊區 我們下次見 拜拜